嗨大家好我是吳瑋 來我手上的這一顆是 我個人覺得心目中算是評價非常高的Voke Power 也沒有M 我這一顆我蠻常帶在手邊玩的啦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看一下我們之前的開箱 我對這一顆的評價其實是挺高的 今天簡單的來介紹一下前陣子魔方格推出的這個Voke 3 ELITE 到底這個要怎麼翻 我會直覺是發ELITE 那又有人說是ELITE 所以 開心就好好不好 來看一下裡面 先看到這個 很漂亮的他們蠻經典的醬菜盒 真的很漂亮壓克力的 還蠻多配件小盒的 有點小嚇到 欸很多耶 一個一個來檢查吧 這個最重 貼紙 黑色的布 關於這塊眼鏡布啊 有些玩家反映說他 碰到潤滑還是什麼 酒精喔 它會掉色 那那個顏色會染到方塊 所以如果你有在用這塊布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會像我這樣子拿一塊美股茶 這塊布太小塊了不太好用 好 付一份貼紙 Voke Matte 然後有簽名的 喔 可更換彈力配置說明 所以這個ELITE是可以換彈力的 視頻教程 明信片 這兩張應該是貼紙 OK 這是第一包我覺得最重的一包 配件盒 有點像在拆驚喜包的感覺 好 ELITE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設計特點 他的磁力是做在中心塊上面的 應該是說他除了原本的邊角磁力之外 他還有另外的磁力是在中心 跟那個邊塊上面 好這個就是 叫什麼 叫雙定位 就是 邊角一組磁力 然後 邊跟中心又另一組磁力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 一開始我覺得有點像是噱頭 可是當我之前實際試轉過我覺得 雙定位的那個 方塊呢 他磁力不是特別強 他定位的感覺更穩定一點 不過缺點就是 那個製作很費工 因為你要黏兩次 兩組 彈簧 最後一盒 另一組磁鐵 綠色的這個 內砍 內砍片 它是沒有磁鐵的 也有可能會有人只想要用單定位 這一組就是有磁鐵的 磁力可能蠻強的 因為我感覺到他互相在 在 有沒有 這磁力很強喔 好來感受一下彈簧 好像差不多 好這張上面就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三種彈簧 紅色綠色跟白色 三種磁力 綠色 透明紅色 好你自己去看啦 所以你可以選擇不同的 中心磁力跟不同的彈力這樣子 這個重量很極力喔 77.7克 兩份磁鐵喔 只有重量還不到80克 這個也是蠻厲害的 因為像這個POWER它沒有磁力 可是它這顆已經快到90公克了 雖然說我還是很喜歡它這個手感 好來看一下納小 這邊我特別額外說明一下 它外表還蠻有的 所以出廠式有加蠻多任何 差不多55.5克 所以是小於56克的大小 好這感覺其實跟我剛剛講的 雖然有點接近喔 我覺得它單層的磁力 不算太強 可是吸起來的感覺很 很穩 吸住的那個當下 整顆方塊會稍微震動一點 可能就是雙定位 的 手感吧 這個算強尺喔 所以它能改磁力的 部分是 在中心塊 因為邊角不能改 好原廠 出廠的配置是 透明的這個 來看一下 剛已經確認過了 出廠配置的彈力是 中等的 然後磁力也是中等的 但是我覺得 彈力還可以 彈力可以接受就是 真的是算中等 但是磁力我覺得偏強 兩層磁鐵嘛 這個手感必須要花一點時間 去適應一下 它內部也是那種 跟 POWER一樣 是原色的 很滑 很軟 所以這種手感 其實還可以 那我等一下來試 換個磁力好 好不好 如果說要以 換磁力的 方便程度來講 這個應該是最方便的 OK它附的中心蓋 都是沒有 貼紙的 所以你要的話就是 從他們這一組 附的自己去換啦 它有多給 中心塊的貼紙 厚厚厚 而且真的很強 mostly hour 這個強度我不行 苦 DR 不過手感 方塊的磨擦的感覺還不錯啦 就是 很很滑很軟這樣 雖然很滑 可是 我不知道怎麼講的 這種感覺 它不是那種 很油膩的滑 它的滑 是 模擦力小的滑 只是它不會有慣性 我示範我不要到定位 你看 它雖然轉起來的阻力很小 可是它不會有慣性 我再換回五指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這樣磁力真的太強了 這顆Elye從官方宣布要上市到真的出來 好像起碼過了兩年 真的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拖那麼久 可能大家都在等 欸欸欸 這個好 這個好 好不好 這個是老谷版 我比較習慣傳統磁力的感覺 我覺得雙定位的手感 跟傳統方塊不是一個大的差點 雖然說這個很容易 聽聽看新的方塊他們轉動的聲音喔 沒什麼碰撞 看一下角塊齁 喔 欸 欸 什麼 這個顆粒是怎樣 王蟲嗎 為什麼要加這個顆粒啊 哇 那這個模具應該不簡單喔 好 這看得出來它 加的溝槽是方臉嘛 但是加了很多顆粒 應該是要增加一點點的摩擦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點偏控制取向喔 就是控制很穩喔 那加上它的雙定位系統也是為了控制而存在 比起那種早期的那個Voke系列的方塊 這顆可能就是很穩定啦 可是我覺得出廠好有喔 可以不要這麼有喔 好 三種彈簧跟三種磁力 就是有九種組合嘛 還不錯 我覺得可以 好 它一樣是有分六色跟黑底 我看這個結構我覺得它應該是 六色是另外開模 所以他們真的是還蠻重視這一顆的齁 特地給它開兩種模具這樣子 這應該是第一顆官方的雙定位吧 應該也沒有別顆了啦 好 這邊簡單講一下它的手感齁 雖然說很滑 可是它控制性很好 它幾乎不會轉過頭 不管說是磁力吸得很牢 還是說它的摩擦面怎麼樣 我覺得它摩擦的感覺 真的跟以前以往的Voke系列都不太一樣 轉起來的阻力明明就很小 可是它又不會 又不會有什麼慣性讓你轉過頭 有可能是那個點點造成的那種控制感 硬要說的話我覺得 這一顆的手感比較接近Voke 它比較不像Power 因為Power是那種很厚重 然後很很堅固那種感覺 那這一顆的話就是比較輕薄 所以它其實是比較像Voke 3的升級改良版 升級版好不好 再加上它多種可調的系統 那你可以可玩性可調性都比較高這樣子 今天這個介紹就到這邊啦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我也會盡量找時間拍一些開箱啦 真的最近很忙啦 好吧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欸可以 沒有錯有過大 欸你有錯 阻力很小 未來 А有 好 Mor 不